寂寞人妻勾人夫叛陪 台商收扣心通知 经贷绿帽 收到法院扣押妻子薪水的执行命令 以为她欠债 再仔细一看竟然是贷绿帽通知 心被韩兴女子的老公哭哭 她在前年三月透过微信 认识已婚的沈南 二三堆摩铁黑秀 同年五月被沈南妻子发现 怒断韩兴女子提告 但原谅自己的老公 韩兴女子否认上摩铁 认为自己被设计了 但是韩兴曾传讯给沈南 我们住这么近却想见恨晚 睡了三个月吧 你老婆她也真的很有大量 法官认定童奸无误 韩兴输赔20万 之后台商回台 收到法院扣押妻子薪水的执行命令 才发现老婆偷吃 也向沈南提告求偿 最后也是获赔20万元 动物新闻总和报道 还发现 过 Schneider 听到!". 你ỏ前头来然